别别再追我了 小雪乖妈妈等一下就来接你 妈妈妈妈妈 天哪这怎么有个孩子呢 我来带你回家吧 五年后 小雪给你汉堡 谢谢妈妈 拿了吧你 我才是妈妈的亲生孩子 家里的好吃的都应该给我吃 小贝你这是太过分了 看我怎么 妈妈你不要生气了 我不喜欢吃汉堡的 吃汉堡去了 小雪小贝快点去学校了 来了爸爸 爸爸 你只能送我去学校不能送他 这怎么可以 你们都是爸爸的好孩子 我不管我不管 我不要和小雪坐一辆车 不然我就不去上学了 爸爸你们先走吧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那好吧 小雪上车 妈妈送你去学校 妈妈有小猫 妈妈你醒醒了 你们的妈妈受伤严重 需要很多钱治疗 还需要人好好照顾她 怎么会这样 小贝姐姐 别担心 我一定会让妈妈好起来的 终于给妈妈擦好身体了 妈妈 你可一定要早点醒过来啊 今天我要多紧一些瓶子卖钱 阿姨 你这个瓶子还要吗 小 小雪 真的是你妈妈找了你好久 终于找到你了 阿姨 你是我的亲生妈妈吗 是 我是 你看 这是你和妈妈的照片 真的是我 小雪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快跟妈妈回家吧 不行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家 我还要救我的小贝妈妈 没关系 妈妈可以帮你 小雪 小贝 妈妈 你终于醒了 妈妈当然要醒了 妈妈不醒过来 谁来照顾你们啊 妈妈 你这次能醒过来 多亏了小雪 她每天晚上都在辛苦地照顾你 也是小雪的亲生妈妈 给你付的医药费 亲生妈妈 小雪 你找到你的亲生妈妈了 是的妈妈 那真是太好了 就算 这次我没有醒过来 也有妈妈照顾你了 妈妈 不是你这么说 你也是我最亲最爱的妈妈 小雪 之前我那么对你 真是对不起 以后我一定做一个好姐姐照顾你 嗯嗯 好 现在 我不仅找到了亲生妈妈 而且还让小贝妈妈醒了过来 将来小贝姐姐也开始喜欢我了 真是太好了 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故事吗 喜欢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我可以让你做一个好姐姐姐的好姐姐 好姐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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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